为了增进侨胞们的生活品质和多元技能 美国亚特兰大的华人活动中心 就在亚特兰大侨教中心内 举办了缝纫基本研习班 有经验丰富的郑秀源老师 为前来参加的30位学员 示范缝纫机的基本技巧 并讲解如何制作各种实用又美观的服装 在课程开始前 学员们已经在一台台缝纫机前做好 准备要打展身手 亚特兰大华人活动中心时隔多年 首次在亚特兰大侨教中心 恢复举办缝纫基本研习班 邀请专业科班出身的郑秀源老师 为大家讲解示范 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陆富泰 鼓励大家用心学习 亚特兰大侨教中心主任傅锦琳也希望 以后能持续举办残艺课程 提升生活品质 今天要谢谢我们的所有的会员们 不论不是会员 所以学员们一起来讲 好 今天是第一次希望 希望大家永远成家 秀源老师是一个非常精灵 能干 他做的事情天出大了 我都觉得说这些擦花啦 那个可以还有缝纫啊 还有甚至是一些美容的课程啊 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家庭 非常的幸福美满 有加工作用的一些 财艺活动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 我们中心有这个场地的话 也欢迎大家就是有财艺的 财艺的人都来带一些 可以提升大家生活品质 然后增益家庭生活的一些活动 半寸的话 其实等于是28半 郑老师先从最基本的修改裤管开始 记忆讲解缝润机的操作 再让大家去实际使用机器 学习怎么测量拆线 缝烫布料 老师也教大家利用日常生活中 夺出来的布料 凭凑在一起 就可以缝出睡裤 脱鞋 围裙等服装 镜内观又环保 相当实用 我就有一件白色的短衫 那那个底部就常常会翻起来 因为比较薄 我就忽然想到 老师给我的那个珠珠的一个边 我就把它缝上去 所以我觉得好得意 真的是 就是说学到以后有一些概念 然后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 你学到说看到有什么衣服 你觉得可以把它改一改 其实是真的很好 经过老师的细心指导 以及在课堂上的练习 大家都学会了一身好手艺 带着满满的成就感回家 谈完练习林玉轩 美国亚特兰大采访报道